上年我們也有參與保良局這個活動 這次我們四個人又是第二次去參加這個活動 很開心可以四個人after class去代表 又再次代表我們這個保良局的活動 可以再表演給大家 這次是一起表演還是一起分開表演 這次分開 這次不同一點 這次分開 你會跟姪姪姪一起表演嗎 我會跟魯雲娜姐姐一起表演 會獨唱一首歌也會跟魯雲娜姐姐合唱一首歌 可以期待一下 這首歌我覺得難度不再高音而再低音和和音 因為我是做和音那個 所以比較難跟魯雲娜姐姐合得到 所以希望到時是OK 和前輩合作會很大壓力嗎 不會 因為這位前輩她是很親切 你會覺得好像姪姪一樣 但她不會給你一種很大的壓力感 所以也很感謝魯雲娜姐姐 所以也很感謝魯雲娜姐姐 然後這次是第二次和她唱一首很經典的主題曲 那我就不透露 希望大家都會期待一下 那我很開心可以和這位前輩合作 因為我在她身上也學到很多東西 還有今次第二次和魯雲娜姐合作 那我就感受到好像距離好像又拉近了 那我一開始可能很害怕的 但今次可能不會那麼害怕 那我也可以和她聊很多話 還有她在她身上也學到很多很多東西 那我今次就自己都會獨唱的 那合唱方面我就會和Ms.Chan Chan 那這首歌我也不說太多了 那都是非常經典的 都可以說她是Ms.Chan Chan的一首音樂歌 那所以希望大家都要期待和多多支持寶蘭局 那對Ms.Chan Chan有什麼印象呢? 其實她非常搞笑 就是錄音的時候是她比較正經的 但是不知道拍MV的時候她輕鬆一點 就經常說笑 然後很多話說 那我就覺得很適合談 這次我會獨唱的 唱一首自己的歌曲 然後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個歌曲的名字是四隻字 然後有數字 沒錯 有這個地球上面的一些資源 是新歌 那個舊歌 嗯 大家猜一下 我都已經給得很足了 我? 是的 那我第二首歌就很快的了 那大家都期待一下 今年內呢? 今年內呢? 那都是看公司怎麼安排 那我都希望 都 我自己也沒有說要什麼要什麼要 一定有什麼的目標 但是公司有什麼安排 我都會盡量做 還有都 公司跟著你多人了 你要排越長 要排越長 要排越長 可以跟師妹一樣嗎? 那我覺得 多一點的新人 那我覺得 都是一件好的事 就是 可能我們都可以向對方學習 然後又可以 對 多多向對方學習 有風姐嗎? 你今年有沒有機會? 我應該不是今年 我應該是夏年年初的時候才能出 因為 今年應該是 應該是 應該是 afterclass的新歌出先的 我覺得 然後我應該會到夏年 那我也期待一下 好 好 謝謝 謝謝